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内塔尼亚胡拒绝哈马斯提出的停火条件 布林肯表示 加沙停火谈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加沙战争揭示了欧盟对以色列政策的分歧 胡塞武装能破坏海底电缆吗? 我们没有伊朗计划 请大家收看 内塔尼亚胡拒绝哈马斯提出的停火条件 BBC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拒绝了哈马斯提出的停火条件 并表示在几个月内可以在加沙取得完全胜利 谈判代表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但内塔尼亚胡表示 与哈马斯的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并形容他们的条件为离奇 他还表示 以色列军队已被命令准备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赫展开行动 那里有数千名巴勒斯坦人逃离战斗 联合国警告称 如果拉法赫的战斗升级 将会有更多平民伤亡 布林肯表示 加沙停火谈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半岛电视台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表示 要在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和囚犯交换问题上 达成延长停火的协议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早些时候会见了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并讨论了哈马斯对停火计划的反应案 哈马斯提出了一个详细的三阶段计划 将在四个半月内逐步展开 该计划规定 所有人质将被释放 以换取以色列囚禁的数百名巴勒斯坦人 包括高级战士 并结束战争 加沙战争揭示了欧盟对以色列政策的分歧 德国之声 近900名欧盟和美国外交官签署了一封匿名公开信 批评他们的政府在与哈马斯的冲突中对以色列的支持 外交官们声称 他们的政府政策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并且在支持以色列时没有真正的条件或问责制 该信还指出 在政府机构内存在一种沉默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 发表言论的人被视为非常情绪化的活动家 这封信的签署者们 在欧洲委员会 欧盟成员国和美国的外交部门工作 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政策 正在导致对国际人道法的违反 然而 欧洲政策中心认为 欧盟内部的分歧 意味着联合行动不太可能 外交官们希望这封信 能增加对西方政府施加压力 推动停火和长期解决方案 狐塞武装能破坏海底电缆吗? BBC 也门的胡塞叛军威胁要破坏红海中 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海底通信电缆 胡塞叛军声称 他们已经获取了显示这些电缆路线的地图 这些电缆大部分位于数百米的水下 简断这些电缆需要海军能力 这可能使叛军难以实施威胁 然而 如果伊朗协助胡塞叛军 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伊朗不太可能希望进一步升级局势 因为这可能导致对其自身基础设施的 报复性打击 我们没有伊朗计划 外交政策 白宫一直在通过军事打击和外交谈判 增加其影响中东冲突的努力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目前正在以色列进行 他自10月7日袭击以来的第五次访问 谈判旨在确保以色列人质的释放 并实现地区冲突的暂时停火 美国还对该地区的伊朗支持组织进行了打击 以回应上个月在约旦 有三名美国军人死亡的事件 这是一个金龙 以色列特殊需求患者被真主党的威胁困住 英国每日电讯 大约有20万以色列人因与真主党的冲突而流离失所 其中超过一半在北部地区 那里每天都有火箭交火 以色列需要让公民返回家园 这使得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 在黎巴嫩南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有人认为战争可能在几周内爆发 目前33名特殊需求成年人住在以色列玻利亚的一家旅馆 他们于10月7日从基里亚特蒙娜的家中搬迁 至今无法返回 该中心试图保护这些成年人免受战争的恐怖 但他们通过电视和YouTube看到了战争的情况 这种不确定性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第五次部长级会议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4年1月 欧盟和美国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 TTC的第五次部长级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双方都即将举行重大选举之际召开的 有传言称 4月份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压轴部长级会议 问题一 TTC是什么 答一 TTC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双边框架 包括10个工作组 这些工作组涵盖了绿色技术 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合作 供应链安全等主题 TTC最初的目的并不是取代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 这是一项全面的贸易协定 为能在大西洋两岸获得重要的政治支持 而是为了修复特朗普政府之后的欧盟美国关系 这并不完全是一个 包括市场准入规定和关税自由化的TTIP的替代品 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 白宫降低了欧盟驻美代表团的大使馆地位 然后 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退出北约 美国国会于2023年通过的立法 现在禁止美国总统 在没有国会同意的情况下 单方面退出北约 最近 在竞选活动中 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表示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 欧盟将成为敌人 并且与中国一起 欧盟将面临重大关税上涨的风险 这些政策立场导致欧盟制定了起反胁迫工具 旨在成为该集团对美国广泛的301条款关税补救措施的等效物 这些政治条件凸显了建立双边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TTC由双方的高级官员担任主席 美国方面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泰 欧盟方面是高级代表何塞浦、伯雷尔、执行副主席马格丽特、维斯塔格和执行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 第五次TTC部长级会议原定于12月初在华盛顿举行 但布林肯国务卿在中东的行程推迟了部长级会议 尽管高级别参与会产生更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 但TTC在工作人员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拜登政府上任后 TTC为大西洋两岸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双边沟通的渠道 促进了可能在其他情况下不存在的被渠道对话 至少在这种特定的质量和数量上是如此 问题二 TTC取得了哪些成果 答二 尽管TTC整体上显然很有用 但它一再未能产生具体和有约束力的成果 2022年12月 双方发布了 可信AI核风险管理联合路线图 到2024年5月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时 这一路线图已经取得了进展 成立了三个关于人工智能 AI的专家组 并建立了一个包含65个AI术语的列表 这创建了一个共享的AI术语 改善了跨大西洋合作的AI监管 TTC的另一个突出主题 集中在气候和贸易的关系上 第一次TTC部长级声明特别关注了 各方需要确定计算贸易商品碳强度的 共同方法的问题 这可能过于预见性了 欧盟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方法论 部分是由其排放交易方案 ETS产生的 美国缺乏一个强大的排放交易系统 这使得其计算碳强度的能力受到了限制 这种不匹配将继续在其他谈判中出现 特别是与全球可持续钢铁和铝业务安排 GASA有关的谈判 该安排寻求为绿色贸易提供同时激励 解决特朗普关税问题和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方法 2022年8月 美国通过了通胀减少法案 IRA 这是一项历史性的气候和能源法案 其中包括欧盟认为不合理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贸易条款 对IRA的分歧部分导致各方成立了可持续贸易跨大西洋倡议 TIST 这一高层对话成为最初由美国G7谈判代表组成的工作组的新层面 CleanTech Group和Breakthrough Energy在其2023年的报告中指出 尽管跨大西洋在绿色技术投资方面的投资正在增加 但仍存在重大障碍 阻碍了利益相关者有效合作 其中一个建议政策是确保TTC等论坛 为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会面和讨论需求的空间 在2024年1月的TTC会议上 TIST似乎采纳了这一建议 举办了一场全天的与利益相关者 共同建立绿色跨大西洋市场的活动 问题三 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如何融入TTC 答三 两个工作组特别密切合作 第七工作组负责出口管制 第八工作组负责投资审查 出口管制已成为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议程的重要议题 特别是在美国展示其单边和域外力量的情况下 引发了欧盟的回应 在2022年10月7日 对中国的先进AI芯片实施出口管制 直接影响到荷兰对中国的ASML机床出口之后 欧盟面临着如何处理整体出口管制的困难问题 欧盟的出口管制尤其复杂 因为国家安全和投资安全仍然是成员国的职责范围 而贸易政策则完全属于欧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美国还在G7和TTC内主导了关于需要建立一个新工具来审查 并在某些情况下禁止对关注国家的高科技领域进行对外投资的讨论 2024年1月 欧盟公布了其新的经济安全战略 对2023年6月发布的战略的进一步阐述 其中包括关于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的专门部分 简而言之 欧盟寻求在某种程度上整合对出口管制清单的权利 以确保欧盟的出口管制与欧盟单一市场的整体目标密切配合 简而言之 确保欧盟内部的公平竞争环境 双方在制定出口管制规则和清单更新方面面临困难 因为双重用途物品的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瓦森纳协定是基于共识的 俄罗斯的成员资格继续阻碍进一步的进展 这些情况迫使各方思考接下来的事情 2024年1月TTC会议上令人惊讶的一点是 关于继续实施瓦森纳检疫战略的想法 即瓦森纳协定成员国基本上将俄罗斯赶出该组织 或者以俄罗斯的缺席继续进行 东布罗夫斯基斯委员在CSIS的一次活动中提到了 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合作的潜力 他在谈到瓦森纳检疫时说 我们还在考虑多个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问题 比如瓦森纳 俄罗斯基本上阻止了决策的实施 我们可以在欧洲层面统一地实施那些比如说检疫决策 正如CSIS所写 将一个国家从国际机构中开除几乎没有法律先例 在法律上可能有可能的情况下 排除成员可能会引发其他希望保持非对齐的成员的地缘政治反弹 欧盟和美国的另一条道路是将他们的经济安全议程 包括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供应链安全 合并到一个新的机构中以增强规则和秩序 以应对日益自给自足的经济安全环境 并将跨大西洋工具包制度化 以实现共同的经济安全目标 对于对外投资 欧盟继续坚持认为这样的工具可能有用 但这个想法在整个集团中需要进一步调查 在可预见的未来 实现广泛的成员国支持这一工具将仍然困难重重 问题四 欧盟和美国在半导体战略上是否保持一致 达四比2024年1月部长级会议的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特点 是对传统节点芯片过剩产能的关注 特别是在美国 最近关于中国芯片过剩 以及如何应对 或者是否需要更复杂的应对措施的讨论 有了显著增加 过剩产能可能是由于中国对中国市场的进口减少 导致全球供应过剩 中国国内对中国生产的芯片需求下降 导致全球产能过剩 非中国生产商的过度生产 可能是为了应对未来的美国出口管制 在新冠疫情短缺后 行业出现周期性下滑 或者是中国的国家补贴 目前 当前半导体市场状况 很可能是上述因素的综合结果 然而 威斯塔格执行副主席 在访问华盛顿期间 暗示各方都有意研究产能过剩问题 这可能预示着贸易救济措施的应用 美国和欧盟也在采取措施 应对中国的钢铁和最近的电动汽车产能过剩问题 双方在半导体方面 已经取得了如此密切的一致 这表明了美欧芯片计划上更紧密的合作 到目前为止 欧盟和美国在部署芯片资金方面 一直在努力取得有益的进展 以避免失去最大化战略收益的机会 问题五 双方应该解散TTC 还是将其制度化 答五 在选举年期间 双方要保持一致的进行持续会议 将是极具挑战性的 然而 TTC已经在广泛的政策基础上 产生了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值得制度化 认识到这一框架的实用性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竞争问题特别委员会 在其关于支持参与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 TTC已促进美欧竞争力和繁荣的报告中 提到了TTC的重要性 此外 尽管一些旁观者很快指出 TTC的成果不够理想 但在乌克兰俄罗斯入侵 以色列对哈马斯袭击的持续战争 胡塞在亚丁湾的袭击 以及印太地区的压力 不断增加的重大危机背景下 TTC在保持强大的韧性 在这种地缘政治背景 和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 跨大西洋联盟面临两个选择 第一种选择 是单独攻击这些情况 作为竞争对手 第二种选择是团结起来 并加强在其他机构和组织中 正在进行的工作 包括G7和G20 以及联合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 在如此不稳定的时期 跨大西洋联盟 有机会通过制度化一种 外交上有创造性的框架 来重申其全球领导地位 艾米利 本森 艾米利·伯森 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国际商务学 参议院共和党人 准备阻止边境协议 但可能会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 华盛顿邮报 在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反对声中 参议院共和党人 准备在周三阻止一项全面的 国家安全和边境改革方案 该方案是他们的领导层 早些时候协商的支持 迅速崩溃 以色列援助 红海行动补充款项 传统基金会 与为乌克兰和各种人道主义计划 拨款的资金不同 该法案中用于以色列的资金 至少集中在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 军事援助上 尽管规模较小 该补充法案 还放宽了有关 向以色列转移武器的现有要求 允许乌角大楼 发送所有类别的防御物品 包括新的防御物品 而不仅仅是旧的或过时的设备 并缩短总统 在向以色列转移武器 之前必须向国会提供通知的时间 至于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 很明显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安瑞尔是主要的联合国机构 用于提供此类援助 已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所控制 并积极资助他们 虽然该法案禁止通过 安瑞尔提供资金 但援助转移给哈马斯 和其他恐怖组织的问题 困扰着在加沙运作的 所有国际和非政府援助组织 他们都缺乏适当的审查和报告系统 以防止美国援助的转移 滥用或破坏 因此 可以高度可能地认为 美国纳税人 为加沙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包括该法案中的一些援助 将再次被转移 用于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进一步袭击 106亿美元用于支持以色列 其中大部分资金 用于以色列的导弹防御能力 包括12亿美元用于铁穹导弹防御系统 以及40亿美元用于铁穹 和大卫之石导弹防御系统 以应对短程火箭威胁 其中8.013亿美元用于额外采购弹药 35亿美元用于外国军事融资 值得注意的是 该部分豁免了适用于使用这些资金 购买美国生产的武器和防御装备的 任何国会通知要求 令人困惑的是 几个月前的紧急补充要求中 许多被标记为 仅与乌克兰或仅与以色列有关的部分 现在被标记为 用于应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情况 甚至是以色列和乌克兰情况影响的地区和国家 这一图似乎是在选民和立法者的心目中 混淆这两个问题 乌克兰援助和以色列援助 应被视为独立的问题 并应获得独立的投票 铁琼是一种新型的定向能武器防御系统 用于击落来袭的火箭 迫击炮或无人机 类似于铁琼 但运营成本要低得多 铁琼由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国防承包商 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 与美国政府和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合作开发 这24亿美元将用于美国中央司令部 SENTCOM用于行动 部队保护和替换作战支出 该法案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华盛顿州参议员帕蒂 莫里 Patty Mori 将这笔资金描述为 用于替换目前正在进行的 红海行动的作战支出 这些资金不会解决 美国目前在伊拉克 叙利亚 约旦或红海地区面临的问题 拜登政府允许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 在该地区任意袭击美军 允许在1月底 夺去三名美军士兵生命之前 对美军基地进行了100多次袭击 与此同时 美国在红海的战舰 一直在击落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每枚导弹对美国来说的成本为200万美元 而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成本 只有2000美元左右 当这些导弹被用于遏制印度 太平洋地区的中国时 美国无法承担浪费这些导弹的代价 而且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火库存 已经枯竭 爱尔兰女子篮球比赛 陷入反犹太主义争 英国每日电讯 爱尔兰兰球队Basketball Ireland 在与以色列的女子欧洲锦标赛预选赛之前 以色列新秀多尔 萨尔指责他们反犹太主义 这些言论促使Basketball Ireland 向比赛组织者Fiber Europe 提出正式投诉 据报道 一些爱尔兰球员拒绝前往这场比赛 该比赛由于加沙地带持续的战争 而于11月推迟 并被移至拉脱维亚的里加举行 以色列和哈马斯 在加沙停火和人质交易问题上 存在很大分歧 有哪些关键问题 多伦多星报 以色列和哈马斯 目前正在审查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的条件 双方在条件上仍存在很大分歧 以色列希望将哈马斯 从加沙地带驱逐出去 而哈马斯则希望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 另一个争议点是囚犯释放问题 以色列希望将激进分子继续关押 而哈马斯则希望释放数百名 被囚禁的高级巴勒斯坦激进分子 囚犯的命运是一个极具情感色彩的问题 巴勒斯坦人将他们视为英雄 而以色列人则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 联合国秘书长警告称 随着安理会在加沙问题上分裂 我们正进入一个混乱时代 半岛电视台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警告称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混乱时代 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在以色列 对加沙地带的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古特雷斯表示 他对以色列上周表示 打算将军事攻击重点放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赫 感到特别担忧 那里有超过100万人寻求庇护 在边境援助计划破裂后 参议院关注乌克兰和以色列援助的新计划 美联社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正试图通过 对基辅 以色列和其他美国盟友的数百亿美元关键测试投票 来挽救乌克兰的资金 由于强硬保守派的反对 这60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 在国会中已经停滞数月 美国在冲突的关键时刻 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 导致乌克兰士兵缺乏弹药和导弹 而俄罗斯继续进攻 这种情况对立法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他们需要制定一个 能够通过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方案 意大利电信拒绝了意大利 对其海底电缆部门的出价 彭博社 意大利电信公司拒绝了意大利政府 对其海底电缆部门 Telecom Italia Sparkle的最高7.5亿欧元 8.05亿美元的出价 该公司认为政府的报价不令人满意 董事会已要求首席执行官皮埃特罗 拉布里奥拉谈判其他选择 由于其地缘政治重要性 政府一直试图接管该部门 该部门运营着连接以色列和美国等国家的 超过60万公里的电缆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 内塔尼亚胡拒绝了哈马斯提出的停火条件 并表示 以色列可以在几个月内 在加沙取得完全胜利 不过 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 双方在停火和人质交换等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接下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在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和囚犯交换问题上达成停火协议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布林肯早些时候与内塔尼亚胡会面 并讨论了哈马斯对停火计划的反议案 目前 双方仍在就具体的停火计划进行谈判 此外 近900名欧盟和美国外交官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批评他们的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 这封信的签署者们认为 自己国家的政策正在导致对国际人道法的违反 胡塞叛军威胁要破坏红海中的海底电缆 这可能给全球通信带来严重的影响 目前还不清楚 胡塞叛军是否有能力实施这一威胁 但如果伊朗协助胡塞叛军 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最后一则新闻是 关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计划 美国国会正在考虑通过一项新的计划 为以色列提供超过100亿美元的援助 这笔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以色列的防御能力 例如导弹防御系统等 总结一下 这些新闻反映了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紧张局势 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 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你们有什么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